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啦 剑 剑灵 啊 好高强的功法 竟然能瞬间方柱招长老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长老 啊 是啊 您出手 没没没没伤到他吧 这家伙的法术 还能降温的 哎呀放心啦 他虽然修为大爹 但也是个倒进之躯 没这么容易受伤 啊 你说你不过是爱上一个凡人 与守护宗门 守护苍生有何冲突 竟把自己折磨成这样 他因我而违背了对宗门的誓言 因我而种下执念 明明一开始就和他说过 我的目标就是早死早超生 爱我是没结果的 若是现在死了 他会不会状况好转 还是会更糟呢 我要怎么办啊 雪梨 这时有人触动了护骨大阵 什么 是魔修联合 他们俩的这么快 护骨大阵乃谷主与问剑门长将 加固的防御大阵 说他们终无天境魔修 撑过一日还不是问题 但谷内是疗养之地 赵长老经不起如此扰乱 先是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药王谷受到伤害 雪梨是因我才变成这样 我必须保护他 祝他解开心结 药王谷的听着 我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 交出娱乐 本宗主饶你们不死 死心吧 我们可不是会出卖同道的无耻之徒 那就看你们还能撑多久 我来了 哦 这么想见我啊 我欠你钱了 还是偷了你的短裤忘了还啊 余乐 你竟然真的敢出来 当然 跟你一样胆小可不行啊 堂堂宗主还老戴着面具 怎么 臭得没法见人了 你是在找死 哎呀哎呀 好凶的嘞 我明明是来揍你们的 这个余乐 为什么这么嚣张 难道这家伙藏有什么底牌 不论他是万魔祖师 还是他亲戚 总该有些手段 不可贸然行动 你们等什么呢 难道你们魔修只会嘴上放狠话吗 胆小鬼 我说无意 如我所料 他们忌讳我这个万魔祖师的身份 不敢上前 但是 我偏要你们进来 得下个法子才行 等等 可是 太疏离怎么还混在里面啊 他不是早该伤了几个魔修后逃跑吗 八兄弟 你怎么不上 你的仇人就在眼前呢 那小子这么嚣张 一看就是做足了准备 若他借药王谷的阵法藏了毒 我们大意入侵的后果可想而知 合理分析 难不成他真和我们是一条道上的 上面的魔修 你们都傻了吗 不打架光站着有意思吗 来打我呀 若欺 第一次见到这么欠编的 活得不耐烦了 哼 放心 我们等一下就把他剁成肉浆喂狗 再加把劲 骗他们破这劲了 哈哈哈哈 来呀 乖乖给老子来送死 你 你这块砧板上的鱼肉竟敢叫凶 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岂容你如此谩骂 看 这两位是大名鼎鼎的魔火佛陀 和铁骨黄金钉 他们火毒双举 无人能敌 厉害厉害 第一次看到这么飞的和尚 和这么慌的大钉 还有这位 就是大名鼎鼎的影子魔头 白天一溜烟 晚上沙半天 人呢 在那里 别过去啊 你们已经准备出手了 够了 给我闭嘴 你小子果然是和鱼勒一伙的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就是找点乐子 那是 忘了说 我给他们放了点东西 妈的 被这卧地给耍了 不管了 随我一起杀了鱼勒 荡平洋王谷 好 好 快 大家吃下护体丹药 释放毒针 是 嘿 就是你小子 叫我胖和尚是吧 今天就是你的死器 这是什么 不好 是毒 老和尚快退 都说了 我真的后果自负 我一直跟他们混在一起 偷偷吸食他们的灵蜜 刚才看你想让他们先出手 所以就帮帮你 你 你的胸位恢复了 刚到灵境 要是吃了上面那几个大魔修 妥妥能恢复之道景 上面那几个 快躲开 不是几个 是一大群啊 怎么突然来了那么多人 前辈 快想想办法 你醒了 你 是谁 我是虚原剑的剑灵 现在余乐在外面对抗魔修 让我在此照顾你 余乐 她真的来了 是啊 她还为了你生命挑战剑子试炼 几度陷入困境 生命成为 那个女儿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 她受了重伤 余乐 她竟然为了我 做到这种役目 我去 心魔缠身 皆因你的枷锁太重 宗门教育如何 爱上凡人又如何 不能为自己活 跟死了有何分别 我只想被各位打死 5月31日上线 点个在追 每周五上午十点 有本事 就来揍我啊